目前最常要病的治療 最常做的就是 未落到手术跟未缩小手术 讲解手术讲得头头是道 谁又会想到如此专业的白袍医生 本身一面进食诈领健保费的黑手 桃园女生医院外科 减重名医李威杰 遭指控涉嫌诈领商店保险及健保费 中央健保署清查她近6年所有病例 发现全台每年未穿孔手术约2300件 她个人申报量就占了四分之一 经防御30名患者 查获有关她把利用减重手术的方式 来诈领商业保险及健保起伏的部分 个人造业可不是个人单案 李威杰在职的民生医院也被殃及 就会对于她的外科住院部分 可以停业一年的处分 虽然门诊不受影响 但所有外科住院项目 民众都不能透过健保 只能自费 若不想停约 院方得缴付一名医院罚款 这罚款一旦付下去 金额将创始上新高 另外这起设诈案件也很夸张 中国广东某间额比喉科诊所 是由一名台湾人所开设 近两年国人在该诊所就医后 回台申报健保支付竟然高达9800笔 总计约1270万元 健保署清查发现 诊断书几乎都是如出一彻的 高烧39.5度加上使用抗生素 一附的是某些就诊民众 明明身在台湾 没出境却还有就医记录 甚至有些民众连广东都没去过 健保署指出出入境记录有问题者 目前都已寒送检方追查 法网会灰这边也要提醒民众 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贪财 反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生活中心台北报道